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洪家军跳出来撑盘稳定下 最后还是小涨4点 收在8664点 成交量来到1054亿 大家都知道像北韩本身做这样动作 其实它不是第一天的 所以金融市场对它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觉得真的还是要看 比如说3月10号欧洲央行开利率会议 到底大家讲的所谓的QE要怎么做 尽管行情拉回整理 但资金行情依旧存在 加上全球印钞票 短线涨多调节反而是切入好时机 尤其最近很多公司都在宣布年度鼓励 只要现金股息在4%以上都算是高值利率股 包括达方 亚红店 德律 景硕 还有台积电 搭配本一笔再加上股价积齐低 都是选择标的 利率真的非常的低 所以说高值利率的股票 一定在未来一段时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只不过你买的10点要注意一下 全球股市风涨进入关键期 欧洲央行9号货币政策要不要进一步宽松 即将再度摊牌 短信也圈动 接下来的台股走势 在终于整合经济部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